你刚刚想什么了 他想什么也没想 反倒是郡主你在想什么 我 我没想什么呀 可你的脸 那你脸红什么 就 热 你们到底想好了没 不行 不 不行 那你们想个更好的办法 办法 办法总会有的 我这么好的办法你们不用 你们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要不你们两个打个赌吧 打赌 你们就赌 谁能在不伤人 不找皇上告状的情况下 搞定言真 那赌多少 我们家不缺钱 赌钱没意思 要赌就赌大的 谁要是输了 就欠对方一个愿望 要是都没成 就欠我一个愿望吧 愿望 在下堂堂七尺男儿 区区一个赌注又有何据 谁 谁怕谁啊 伯爷 你输定 那可不一定 小姐 不知怎的 这严夫人祈祷大长公主的事 才两天就无人提起了 小姐 我打听到了 是那严夫人花了好几百两银子 将刘盈给改了 怎么改的 说那严公子呀 不吃不喝 痴心绝对 一心一意相许小姐 没脸没皮 还敢来 求亲不成 就用这种下散烂的手段 还说什么了 他还说 这严公子呀 要是哪天没了 并非死于饥饿 而是死于相思 什么 这不就是一方面卖残 一方面泼小姐脏水 逼小姐就饭 就是 小姐 有办法吗 有啊 以其恩之道 还之其恩之身 都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儿风景啊 我来这儿逛逛 一个破巷子哪儿来的风景啊 我就喜欢看这巷子里的风景 那先生慢看 回见 回见 杜先生 大叶没严加不行 这个话我已经传好了 给钱 阮姑娘 鼓励心的事 我已经办妥了 剩下钱结一下 原来是你才造假消息 我觉得还不够到位 应该要更害人一点才对 贴这告示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 我也不明白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告示一贴 那严嘉然面子何在啊 他肯定不敢来咱们家了 也就不敢再来提亲了 说到底 还是为了赢程安博嘛 小姐 您跟程安博 到底赌了啥呀 没 没赌什么呀 他俩 赌的是一个愿望 愿望 要是小姐赢了 买什么都行 怎么可能 你看我们家 有什么东西买不起吧 这个要是赢了 一定是要那个 买不到的愿望才对 啊 我明白了 就是让程安博 来给咱家小姐当夫君 哎